日月神窝对于龙浩尘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日月神窝那里 他得到的忠告要比日月神窝盾给他的帮助更加巨大 谨守本心对于光明之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得到神奇只能是增强力量 但如果不能谨守本心 光明之子也同样会被污染 会走上歧途 因此龙浩尘无论得到怎样的力量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纯净 不被任何东西所污染 自然也就更不能被死亡的气息污染了 他是绝不可能接受死灵圣法神 长眠天在伊莱克斯传承的 突如其来的庞大灵力涌入 令龙浩尘惊讶莫名 因为融入的是纯粹的灵力 而并非浓缩的光元素 也就是说呀 这些灵力就像是他自身拥有的 可以完全与身体契合成为他实力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 龙浩尘以前也遇到过 但都没有这次这么强烈和庞大 他阴隐地明白了 这应该是永恒之塔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后 对他的一种反馈 当永恒之塔的投影出现后 龙浩尘其实自己也是傻在了点 胸口的炽热 瞬间转变为了全身的炽热 那种仿佛要将他完全燃烧般的感觉 令他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但是他的精神力 毕竟要比一般人强大得多 因此 哪怕是在那种情况下 依旧能够感受到外面的一切变化 在龙浩尘的感知中 永恒之塔就像是一个生命体 而不像是一座建筑 或者是神器 在与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争斗中 一直是牵着萨米基纳的鼻子走 这点呢 尤其是在他发动本源力量 暗算了死灵魔神 那十二怨灵王的时候啊 表现的是最为明显 从永恒之塔中 龙浩尘感受到了一股令人心悸的贪婪 那永恒之塔全开 疯狂地吞噬着萨米基纳领域的力量 和其中无数怨灵 而当萨米基纳发现不妙 拼见一切 努力和另外六大魔神发起本源攻击时 永恒之塔却带着龙浩尘直接闪了 哪怕是那些散落在空中的 怨灵王灵魂碎片也不再吸收 没有丝毫留恋的意思 因为自身与永恒之塔息息相关 龙浩尘的感受 要比萨米基纳或者是龙天爷的感受啊 要深得多 当七大魔神 联手向永恒之塔发起攻击的时候 龙浩尘的感受 就是永恒之塔呀 竟然发出了一种不屑的情绪 但他依然没有硬碰 龙浩尘几乎可以肯定啊 永恒之塔绝对有能力抗衡的一击 但毫无疑问 他要付出的力量也将是庞大的 因此永恒之塔 则是立刻带着龙浩尘闪人 而不是抗衡萨米基纳的力量 他也不是抗衡不了 而是觉着不值的 也就是说 永恒之塔去抵御了 他们的那次攻击 那么将大量消耗他自身的能量 而这份消耗 要比从他碰撞后 得到的好处更大 因此呢 在权衡利益之下 永恒之塔 则是完全没有必要去硬碰 所以这他从容地 带着龙浩尘破开的空间离去 以七大魔神的锁定 竟然无奈他何 对于永恒之塔 这个过程中的表现 令龙浩尘产生了一种 发自心底的含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永恒之塔太理性了呀 完全以利益为中心 根本不考虑其他 而且龙浩尘分明能感受到 永恒之塔 随时都有出现在他身边的能力 可是 在过去的战斗中 永恒之塔真正帮助他的 也只有一次 那一次 他已濒临死亡的绝境 而且还只是一闪而失罢了 当龙浩尘上次和彩儿面临危险 他拼尽全力保护彩儿的时候 永恒之塔却根本没什么动静 可这一次 他也同样有能力传送离开 但永恒之塔感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却出现了 这种感觉 对于善良的龙浩尘来说 很不好受 今天永恒之塔的出现 让他对这一件神器 有了 不对 超神器 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他隐约地发现 就算是长眠天灾 伊莱克斯留下的灵魂印记 都不能完美地掌控这件超神器 因为永恒之塔 完全有着他自己的智慧和判断 说白了吧 就是 哪怕他真的得到了 伊莱克斯的传承 当他要做一些 对永恒之塔不利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 令永恒之塔大量消耗的时候 这永恒之塔呀 依然可以抗衡他 甚至是不为他所用 如果龙浩尘是一个 可以被利益驱使的人 那么 他一定会认为 永恒之塔 是一柄双人剑 只要用得好了 会对自身有很大的帮助 那使用的方法呢 也很简单 只要和永恒之塔 保持双赢 就OK了 可龙浩尘的心中 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他一点也不想和永恒之塔双赢 这件超神器 完全是以吸收死亡能量 来增强自身的 而且 他的利益性啊 更是龙浩尘无法接受的 今天虽然永恒之塔 重创了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更是极大的震慑了 魔族七大魔神 但是 他也将龙浩尘 推得更远 更远 更远 这也同时更加坚定了 龙浩尘 绝不再接受 依赖克斯传承的信念 凭借着强大的精神控制力 龙浩尘将自身灵力 在体内布置成了一张大王 任何一丝死亡起息 也别想进入他的灵力之中 只有经过完全过滤后的灵力 才能与他自身灵力 结合在一起 进入灵窍中 这样做必定会浪费 很大一部分试图与他融合的灵力 但保持自身灵力的纯粹 却是更加的重要 隐约中 龙浩尘感觉到 自己臀部中心位置 渐渐有了灵力骚动 而那也是他下一步 要开启灵翘的所在 胸口 小腹 眉心 双肩 这是他已经开启的五大灵翘 这五个支点分别支撑着 他的躯干和双臂 而接下来 最需要的自然是双腿的支点 臀部环条穴 位置自然是最合适的选择 只是龙浩尘没想到 自己双肩翘穴才刚刚开通不久 环条穴居然也开始有感觉了 灵感和悟性一向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龙浩尘自然不会放过 这样的好机会 一边吸收着外面的灵力 一边仔细地感受着 那份躁动的波动 就算无法一次性突破 但有了这次的感受和经验 对他未来 也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能够看到 在永恒之塔一层 一层层的金光 不断地从周围的塔身处 向龙浩尘的方向涌去 又不断地溶到他的身体中 被他剥离一部分 吸收一部分 同时 他身上又开始出现了那种 若隐若显的金光 如果在这个时候 龙浩尘选择深度冥想 那么他很有可能 会一股做起建立 第六 第七个灵窍 可惜的是 这显然不是他现在想要做的 因此 在永恒之塔传书 给他灵力结束后 他也从修炼状态中 清醒了过来 深吸口气 身体自然然地悬浮而起 龙浩尘的脸上 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 惊喜之色 但在惊喜之后啊 又有了 一丝不甘 他确实不想再接受 永恒之塔的帮助 因为这份帮助 是他不想 也不能偿还的 他甚至决定 绝不会踏上 永恒之塔的第三层 可是 他无法否认 自从自己 从永恒之塔上 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修为突破到八阶之后呢 龙浩尘虽然一直在修炼 但想要充满双肩灵巧 需要的可不是 一点半点的时间啊 就算他是光明之子 拥有着神卷者体质 吸收光元素的速度 要比普通修炼者快得多 积蓄着两万灵力 恐怕也得需要 将近两年的时间 毕竟灵力不是一个 简单的数字 譬如 七阶骑士的灵力 拿出一点是一的话 那么 八阶骑士拿出一点灵力 那就是浓缩的一 也就是说啊 同样的灵力 七阶和八阶 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或许这数量唯一的灵力 在整体体积和元素 多少上都是一样的 但更加凝实的灵力 在实战中 所爆发出的威能 也显然更大 这也就是 灵刚的强大之处了 所以啊 龙浩尘修为进入八阶 一共 已经有五个灵俏 可他的灵力提升速度 却要比原来慢了下来 因为在修炼过程中 多了一个压缩的过程 在这一次 当他修炼结束后 却惊喜地发现 自己双肩位置的两个灵俏 已经各自充盈了三分之一 除了他自己修炼得到的 那部分灵力之外 这次永恒之塔 带给他的好处 足足有五千最精准的灵力 这还是他自行 过滤后减少了一大部分所致 不然呢 这个数字会更加庞大 龙浩尘现在的灵力总量 已经接近了三万七千的高度了 可以说是飞跃式的提升 转过了身子 龙浩尘眼神有些复杂的 看了一眼 永恒之塔 一层尽头的那尊雕像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后 立刻发动了传送 他不想让自己对这个地方 有任何的停留和留恋的情绪 每当他想到 当年死灵圣法神 长眠天灾一来可思 凭借着这件超神器 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人类石 他的心就会莫名的沉痛起来 金光闪耀 当龙浩尘重新出现在夜空中时 天空已是一片寂静 信号金光只是一闪而逝 而龙浩尘因为没有张开灵异 所以身体在 迟滞了一瞬后 立刻向着地面坠落而去 身体下坠 龙浩尘双掌轻轻下暗 同时深吸口气 身体顿时如同一片 羽毛般轻飘飘的向下落去 此时啊 已经接近黎明 但天色依旧昏暗 他那一身光细灵力 实在是过于显眼 未免节外生枝 他用了最困难的方式 控制自己的身形 之所以不想让魔独发现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不希望魔独知道 他在传送到永恒之塔后 必须要在远处回归 这个秘密如果被敌人知道了 很容易安排出针对他的战术 所以呢 龙浩尘呢 宁可冒险一些 好在的是 他之前所在的位置也不是太高 距离地面大概有400米左右 在一连串的提气轻身 加上身体力量的排击之下 总算是尽可能的减缓 自身下坠速度 眼看着即将落到地面时 龙浩尘的身体微微一全缩 同时完全凭借身体力量 一脚向着身后踹出 要知道 他现在的外灵力已经超过了两万 这样全力以赴地爆发一脚 直接在空中踹出了一声空爆 同时也再一次减缓了他下降的速度 身体斜斜地坠落在地面上 经过一连串的翻滚之后 这才是划去了全部的重力 他身上穿着史诗级的精金基座站开 也同样被他很大程度地 划解了落地后对身体的压力 在一连串的翻滚之后 龙浩尘纵遇而起 朝着御龙关的方向飞奔而去 强大的精神力 早在他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尽可能地掩饰了他的身形 因此 一直当他来到御龙关下的时候 御龙关骑士圣殿的守军 才通过视觉的观察 发现了他的回归 误会自然不会出现 龙浩尘身上的精金基座站开 便是身份的象征 更何况 目前在外未归的精金基座战士 只有他一个人 因此 当龙浩尘攀上了御龙关城头之史 迎接他的 是滔天的欢呼和无数尊敬的目光 大片大片的骑士 用他们炽热的目光 注射着龙浩尘 用他们的拳头狠狠地垂击在 自己的胸壳上 以表示对龙浩尘的最高敬意 这是他们对新任圣骑士长的敬意 连神隐骑士龙天尹都没弄懂 龙浩尘是如何重创死灵魔神 萨米吉纳的 就更不用说这些普通的战士了 在他们眼中 就是他们这位强大的圣骑士长 击败了对方最强大的魔神 而且还是在圣骑士长 并非神隐骑士的情况下 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他们心中 龙浩尘的代理圣骑士长的代理两个字 已经被他们从心中很自然地抹掉了 同时也对这场圣战 有了更加强大的信心 当龙浩尘再一次站在龙天尹面前的时候 龙天尹突然发现 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他当时就觉得龙浩尘没事 应该是闪避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可是他怎么做到的呢 到了九届之后确实有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 进行破碎空间的短程穿越 可是要在空间极为平静 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可龙浩尘呢 穿越空间离弃的时候 那可是有着七大魔神联手攻击啊 空间不知道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 瞬间破碎撕裂的空间 几乎是扭曲了整个战场上空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龙浩尘依然是从容地 穿越空间而去 这点啊 龙浩尘自问 自己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